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还是要跟观众先讲讲的 这个女人叫张运 她不是葡萄酒 她呢 但是她太猛了 就当年咱记得搞过一位著名导演的 那个事也是不了了之 最近又出奇谋 说是几十盒录像带 然后在网上 你们看了吗 我听说了 但看了他们给我发了几个截图 你这个东西啊 这男的就颓了 你知道吗 这个他跟他声称这里边的跟他上床的 都是不同的男人啊 他声称导演呢 副导演呢 都是这些人 他说就说为了换取角色吗 做这个性交易吗 然后呢 他自己留了个心眼 找一个DV 在那拍 我就看着俩人在床上 那个有那个截屏 你看 我跟你讲这个中国的动向 你咱们看一下他这个截屏 这个中国的动向就是 你现在再在几大门户网站上 才过了一两天 你再想点击看这个 没了 为什么呢 都删除了 不知道 我不知道是不是 部门上有什么介入 显然是这个事情呢 已经惊动了相关的主管领导 认为这个事儿呢 对整个社会风气啊 是有负面影响的 看百度总裁说话 多有水平 真是这样 法务妇 法务妇 我跟你说法务妇 我给你描述一下 就是你比如说 这个男的跟他上床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这个 机器在后边 不知道他是怎么搞的 这个男的呢 就回头看 他可能怎么看 那男的回头一看 那男的一开始啊 男人在这种情况下 第一反应 笑了 你知道他那种尴尬 哎 哎 笑 然后就要去抢 抢这个DV 然后就听见这个张玉 这个女的就说 你敢抢我就叫了啊 你敢抢我就叫了啊 就是这个呀 还有一个是 好像是一个有点 头发比较稀少的 聪明绝顶的男人 怎么干这事 跟他也是搂在一块 这么多录像带 而且声称后边 还有连续剧几十集 网 你们网站 为什么要听说 有个网站是花钱买 然后有什么大网站 要给他开博客 什么链接 你听说这事了吗 我百度没有发生这个事 那 真的是 因为我们觉得说这个事吧 只要互联网上有的 百度都能收到 但是我们其实是觉得说 我们做了 其实是为了配合 整个也是做了一些处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认为 尽管 凡寻找的 必能找到 对于百度来说 但是有些东西 我们还是要 要做调整的 因为我们觉得说 还其实背后 我们有我们的价值判断 你觉得网站有价值判断 应该对这些事情 要有个判断 前段时间 我们就是一帮互联网的同事 一起去接受了一个国务院的一个培训 这个培训 国务院要管理你们 是吗 他培训 培训讲什么呢 就是讲说现在的所谓的互联网道德问题 由于 干互联网的人 很多都不懂传媒 干传媒的人 都很多不懂互联网 所以在互联网里面 很多都不是做传媒出身的人 你知道说 其实传统媒体 传媒 它成长到一定阶段之后 它已经养成了所谓的那样的一个道德观念 你甭管它对还是不对 那你看见张玉这个事 你的第一感触是什么 我觉得首先 这个女人 我不承认她是演员 因为她看过她的履历很多东西 可能是条件不是特别好的 真是这样的 她为了得到角色 然后她怎么说呢 是性贿赂 然后她挖了一个坑 等于是等着你们来上钩的 属于那种 她首先一点 她是目的不纯的 再一点怎么说呢 就是真的有一帮那种 素质不高的导演也好 副导演也好 她真是还挺乐于做这件事情的 我想的倒是法律问题 涉及到一个 你比如说 我们俩上了床 然后我没征求你的同意 我把这个蹬出去 我如果认为你有涉嫌罪行的话 我到法院该怎么告你 怎么告你 可是如果这样怼出去 那画面当中的那个男的 如果他觉得为此自己受到很大伤害 那他是不是也可以追溯你 侵犯他的法律权 当然了 这个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 肖像权的问题 不光肖像权 肖像权 名誉权 脖子以下的肖像权都包括了 对对对 但是我刚才那个话没有说完 就是说当这种事情越来越多的时候 其实它会带来一种所谓的道德上的自信 以前我问过我妈 我说你们这个以前就六七十年代的人 是不是你们所讲的那真的是那么这个 每个人都那么善良 那么那么那么守纪律等等等等 我妈说是 她说那个时候的人的确比现在的人要更守纪律 我就问她为什么现在人就不这样了 我妈没给我答案 后来我想明白了 是因为那个时候的人 那个时候的人单位和住的地方都在一起 所以你们家有点事 单位的人都知道 你单位发生的事家里的人都邻居也都知道 所以每一个人都会更加自信 甚至也很少有第三者的事情 两口就算吵架了 就在被窝里吵 免得你隔壁听见都 明天全单位的人都知道 所以那个时候就形成了一个所谓 很好的一个社会监督体系 后来很多人离乡别景别 不要怕的特区去工作什么的 是吧 本来在家乡的时候是一个很乖顺的一个人 一到一个特区就变成是很糟糕的那么一个人 因为他缺乏邻居的监督 现在互联网是什么 互联网叫地球村 它其实让到很多的人空间被压缩了 你在互联网上大家都是邻居 他的意思就是说 但是这个东西是很侵犯人权的 靠这个东西来制约 而且就说我听一个男明星讲过 你知道吗 他有一回跟一个女记者 这个叶晨 你知道他的这个表现 好家伙我觉得挺逗的 这个女记者去这个卫生间洗澡的时候 哗哗哗哗 整个的酒店房间 他超一通 被我底下什么镜子后头 然后甚至打开这个女记者包 看看里边有什么录音机 录像机 这就是自我制约 在心里 他制约的话 那干嘛他要做这件事情 哎呦 这你都不理解了 我们有需要吗 这不是 所以你们有需要 这话可以收回 可以收回 不不不不 不剪掉 我我真的认为 他两个成年人 如果是他他上床的话 你请我愿的在一起 你请我愿的上床 这就是这件事情了 你你其他 是你自己愿意的吗 对吗 换句话说 你为什么那么喜欢当演员呢 如果说这个圈子里这么黑暗的话 那怎么不学学屈缘呢 不是 圈子真是没 大家想的那样子 因为任何有阳光的地方 它都有阴影的存在 但是阴影只是一小部分 这件事情出来之后 我觉得很多人就挺冤枉的 你就包括这个圈子里的人 所有的人都会看 你们圈子怎么都这样 如果真都是黑暗的话 这就没有发展了 你就看不到未来了 你像这个女的 她就照她的眼里觉得 就是说也有一种逻辑 我看也有人给她说话 就是支持她 说她主持正义 她的逻辑就是什么呢 我有梦想 我想当女演员 但是呢 你们这个圈子太黑暗了 我呢 实在不行 我一不做二不休 那我就同流合污了 对吧 为了演 为了我的梦想 为了我能演戏 好 而且呢 我历此存照 我都给录下来 到现在我忍不下去了 你们都不理我 好 我就彻底的主持正义 我彻底的把你们 你觉得她这是正义吗 首先她的目的 她就不纯 她就是想靠着这个来演戏 反过来一说 这些制片人也好 导演好 她也不是傻子 就像她说的 所有的人上角色 都是为了 那个 都是通过性交易 然后怎么样的 或者是性交易 然后弄到最后之后 所有的人 我都上过床了 那制片方也好 导演好 我也会想 她到底适不适合演这个角色 她的知名度达不达到这个程度 她还是会挑 你合不合适演 你能不能 从拍完这个戏之后 我能收到更大的利益 但还是会很客观的 有个市场的 几百万上千万的投资 她不可能 因为我给你上了床 我就一定把这个角色给你 有那样的 有钱人 就说我就是掏钱 我都给我这二奶拍一部戏 那不是播不出去吗 中国每年说几万部 你这个自己承担自己 有几万部电视剧 我们统计过 有几万部电视剧 连课程盗版DVD的可能都没有 好 咱们先说到这 我跟你们听一段挺刺激的 我们这个对他 对这个张玉 进行了一小段电话采访 你听听他里边这个语气 挺有意思 我们来听一下 当时你在公布这些东西之前 有没有跟这些录像带里边的当事人 说过你会做这件事呢 哎呀 你就说了 你也不在乎 你看包括到现在 谁在乎啊 你谁都不在乎 人家还愿意出这个名呢 哼 这些人都是从墙铁壁 比我厉害着呢 比我狠着呢 那当时他们一般都是怎样的反应呢 哎 都是无所谓呗 跟那个新黄那个老无赖一样 都无所谓 我闹这个事 我做这个事 就是一个 我就是要让胡请他就知道 我就想闹大点 然后让他们 我看他们管不管 如果他们要是不管的话 就这样一个真实而又普遍的 而又丑陋的这样的社会建设 他们都不管的话 以后你想一想 我们这个社会 这以后的女性怎么去立足啊 他们就更加自无忌惮了 你们明白吗 你看从这女的口里说出 这社会否则的话 这社会就没劲了 是 我觉得他做这件事情 是有一个好处 就是真的是抓住了那些 真正的害情之马 但是呢 我觉得他的做法需要 我们大家考虑一下 你看现在很多东西 我不判断 问题在于 你先告诉我 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 是真的 才好评论 到底是不是潜规则 到底是不是黑暗 就这么一个东西 我们 但是你看一般人 不大管这些事 我们意识到了 就是说互联网呢 正在充分的改变 人们的生活 的确是互联网 在充分改变人们生活 那么在这种改变之后 是不是我们应该对此 做出新的一种价值观的 评判和重新的调整 就是说 这一类的事件发生了之后 从长期上来说 它会达到一种新的均衡 这种新的均衡呢 是可以帮助到大家呢 变得越来越多的去 去内省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一直会有人受伤害啊 对 的确是一直有人会受伤害的 而且呢 还有很多人呢 在因此呢 还受到了利益呢 对吧 很多人之所以后来受到伤害 很可能是因为他前期 他获得了利益 你明白吗 你比如说 比如说 我给你举个例子 这些导演是受到了伤害吧 那你还爽了一把呢 对吧 是吧 起码 那很可能就 你今天不是偶然跟这个人 这样爽的 很可能是沧海一树 你爽了一百把之后 出来这么一个事 所以 就包括这个女演员也是 是吧 很多女演员他也因此出了名 他又怎么样 所以呢 就他是均衡的 我们认为 你认为是均衡的 我认为就是说 你今天之所以啊 变成有那么多的烦恼 一定是和你之前获得了很多的好处有关 那同样的道理 你看 为什么啊 比尔盖茨 他要捐那么多钱 巴菲特 捐那么多钱 李嘉诚 要捐那么多钱 丁磊 要捐那么多钱 其实他背后啊 都有一种 他必须 他就那种 就他的暗示里面是什么呢 那种均均不安 我认为就是一个人很成功的时候 他一定会有某种的均均不安的 这个东哥的解释哈 很有角度 很有角度 不过我倒觉得 你像说说这种事情 那是坏坏不安 坏坏不安 坏坏不安吧 喘喘吧 两个小铁子 坏坏了 你单纯 你作为一个女演员 你觉不觉得这个事 让你有受辱的感觉 我会这样觉得 因为这样的话 你真会有这个感觉 人家会觉得 你们演艺圈都是这样子 就像我刚才说的 一杆子打翻了一船人 就是把我们所有的 以前的真正的 老老实实 本本粉分 那个演戏的那种 你的努力 就全部给抹杀掉 以前我们在香港的时候 就做过一个事情 叫什么呢 叫做这个 公民的传媒教育 其实呢 你看在香港 所有人呢 对八卦的那种的理解力 远高于大陆的很多同事 那个人民 为什么呢 因为他进你们十几年之后 他就说 他也会均衡了 他也不会那么 轻易的相信这些事情 你说香港的报纸 其实香港的报纸 最保守道德 最旧道德 最传统道德 对啊 为什么呢 表现出旧道德下的 一种溃淫癖 你知道吗 就是你看 你讲八卦 你以为他很淫秽 可是不是 潜藏在背后的呀 是最传统的 比如说 他搞婚外行 哎 或者说 哎呀 他也玩天体啊 那个哪两个女明星 在法国海滩上 没穿衣服 其实他这个角度啊 是最旧道德的 但是他 我告诉你 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就以后互联网上 会同样反映出这一点 就是说 对于传统道德的捍卫 会变成是一种显学 你明白为什么 他会变成一种显学 你看咱们俩角度不同 我的 我的角度还是说 有事法律解决 很多就是 很多事情啊 因为大概 因为我做法制节目哈 我觉得很多事情 可以法律解决 当然 确实是很有问题 这个问题就在于哪里啊 比如说 两个成年人 如果你请我愿上了床 有人拍了下来 那么侵犯了 没征求其中一个意见 侵犯了这个个人隐私 你注意到没有 这些年所有侵犯个人隐私 名誉权等等的案子 咱知道这个活起来的时候 你知道结果吗 对 很少人都不知道结果 这可能跟咱们中国这个法制啊 他有一定关系 就是说 一般人觉得 那太麻烦 那能有什么结果 付出很大的成本 而且呢 咱也没听说过 至少我呀 没怎么听说过 这事有什么多大的犯罪违法成本 好像在中国也无所谓嘛 闹一下 也没人关心了 谁都声称 我要告你啊 我告你啊 最后呢 好像也就不了了之了 一次次的不了了之下来 最后使得我干这个事情啊 我这个门口啊 太低了 太轻易了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网民他自己的 他会形成一种所谓的均衡的 你看 福隆姐姐回来之后 当他热到差不多的时候呢 天仙妹妹就横空出世 天仙妹妹代表的就是什么 就是人民对那种纯洁的 干净的 没有这种污染的东西 那种追求 天仙妹妹是不是最近嫁人了 没有啊 听说找着男朋友了 不管他找没找到 但是我想讲的是什么呢 这个网民的这种判断呢 就跟女人的裙子长短一样 他总是处在摇摆过程当中的 在这个摇摆过程当中的时候呢 有很多人可能因此获益 还有很多人因此受害 那么但是呢 他总体上来说 他其实是一种新的均衡 那么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是这个互联网的世界是不可逆转的 它是这个样子的 对 那么我们要因此呢 配合建立一套新的伦理体系和法律体系 而这点上来说呢 才是我们没有做的事情 那现在呢 整个中国 我觉得说在立法上面 在执法上面 方面 这跟互联网有关东西呢 其实还不够充分 那我觉得说 我们今天透过这个事情 你刚才说到的法律问题 因为我是那也闹不清楚 他这事 如果到底涉嫌不涉嫌 个人隐私 咱们在这个个人隐私这方面 到底有个些什么样的规定 闹不太清楚啊 对 这稀里糊涂 去广告吧 将将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单程我问你 是不是在你的这个出道生意 整个生涯当中 你没有碰到过一个 向你提出过这种要求的 性要求的没有 但也有那种 类似于想占占便宜的那种 什么叫想占便宜 不叫性要求 你就是说 我们穿的戏服 有可能胸开的比较低 到这儿 可能他就会说 哎呦 这还挺好看的 准备就就有点像 调戏你的那种感觉 哎呦 挺好啊 身材挺好 你可能 你给他的什么样的回报 而不那个 回馈反应 是最重要的 你就把他手一打开 我说 怎么了 服装还不错吧 你很正常的 而且就说 你要给他一种距离感 他就不敢再上来了 因为这种人 他其实他知道 他这种要求和想法是很 也不是很伟大的 很阴暗的那种 他会觉得 这个人我是不能够 我不能招的 我也占不着便宜的 当然有报复的人 报复 你比如说 其他方面 他找不到我任何问题 我戏也没有问题 我天天的按时的 敬业的去开工 但是他就会说 今天我化了一个妆 他就会说 我们那个场景还没出来 你先等等吧 可能就说 我让你等一天 然后告诉你 OK不拍了 他就是这种 这种来打击你 别人看不出来 族里任何人看不出来 可能你受过骚扰的 你知道他是在报复 无所谓了 所以你知道 这叫立场 对 你自己的态度是最重要的 你知道吗 这个事情 就易经里面有一挂 要真无救 真 就是真的 真结的真 句号无救 就是没有 就是说你一个人 都要有自己的底线 什么叫真 真就是底线 对不对 任何一个人 他只要坚守自己的底线 就不会犯太大的错误 但是最大的问题 就是说 现在很多人 是没有底线的 其实会就存在一个问题 就是说 圈子只有那么大 你是怎么出来的 隔不了两天 所有的人都会知道 你上了一个人的床 你就有可能 所有的角色就会变成 你都上了他的床了 你怎么不能上我的 怎么样的 就等于把你自己的后路 全给毒死了 你就只能靠那种 用那种 特别恶俗的那种手段 来达到你的目的 其实你有这样的能力的 你没必要 我是真听说过这样的传闻 所以就不知道 是不是真的 就感觉 就说音乐演员 你跟导演上了 还不管用 那这个摄像把你拍难看 怎么办 摄像也得上 灯光也不行 那边也都 按照这个理论的话 所有那个演艺圈的人 OK 都会有艾滋 差不了 空两年 估计都死的差不多 太可怕了 我跟你说 这方面 我还自己有过不平衡的心理 这坦白说 而且现在我摆平了 就是说 我认为 实际上 这个电影圈或者娱乐圈 它就是有它的便利 导演 找女人 我觉得比我占便宜 咱就说大俗话 他找到漂亮女人 女演员 他是容易一些 但是每个行业 都有它的便利 你看包括好莱坞的大导演 这个导演的老婆 往往都是女演员 他确实在找朋友这方面 是会比我便利 我原来是很嫉妒的 度火中烧了十年 后来我就想 想想平了 我说哪个行业的人 就你知道中国 这个也不知道中国 全世界 我跟你说 都是光明与黑暗同在的 你不但娱乐圈 并不是特别 那贪官呢 他是不是也有他职业的便利 好比甚至我老婆 要是个医生 我看病 我也会有一些便利 你这个东西要全都 咱都拿出来说吗 各行各业都有的 而且有些时候 咱就说咱卡住一个行为 你两个成年人 自愿的发生性关系 这个里边到底是不是涉及讹诈 涉及这个 这是一个需要法律来判断的 一个事情 你要举证的 否则的话 怎么说呢 这个怎么鉴别呢 你这属于一种什么行为呢 这个很难说 所以啊 在互联网越发发达的时候啊 一定会长出两种的品质 第一种品质呢 做人要诚实 你不诚实呢 很快你的谎言就会戳穿 所以百度现在也是一样的 我发现 我最近做文化研究 公司文化研究 发现这个公司的比别的公司来的人呢 所有员工要来的 还成不公一些的 比如说你一个领导 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 马上就有人告诉你 说你这是不对的 因为呢 很快的东西一上线之后呢 就能测试出来 对不对 所以呢 有些时候领导呢 不要随便就判断说 这个应该怎么做 不应该怎么做 你得让听前线同事的 或者叫基层员工的心声 否则的话呢 你一定会犯很多错误 诚实 第二个呢 是保守的道德 这是东哥的观点 就是说 共产主义不可能在一天之内实现 所以在现在这个邪恶 什么正义并存的世界上啊 人就是自求多福吧 自己把握自己吧 这个是最重要的 对 你又改变不了什么 对吗 你你但是就像他说的 你当有人表示点意思 人单纯的态度也非常好 你拒绝了 还是靠自己 就是这样 还是靠自己 而且呢 就是更多的时候 花更多的时间去问自己 到底我的底线在哪里 这个东西 以前我们就没有底线 年轻的时候不懂的